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今次拍一條影片 就是發現原來和Heidi在林初住了差不多三年 有沒有三年? 今天Heidi也是用聲音導航 陪我們有這條影片的出現 我就是今次的攝影師 辛苦了 我近期都發現了 原來這三年我好像沒有跟大家介紹一下 究竟我這間電腦房裡面是有什麼的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到我介紹電腦螢幕、鍵盤、音響、喇叭 其實介紹設備以外的東西真的比較少 還有我記得我們之前拍了一條整桌的影片 之後我們已經轉了位置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剛開始搬進來的時候 可能把桌子這樣看這邊 HELLO 就是這樣看這邊 抱歉,是你看這邊 我看這邊 是嗎? 就是一個L字形 沒錯 那時候還要用電競椅 所以經常發生一個西洋式的戰鬥 衝衝衝衝衝 但現在我們就改變了擺位置 你看到了 這就是窗口 你一定會長期都蓋起來了 因為我們真的很少開 而且如果大家平時有看我的影片 或者當時有看直播的話 都會知道我們後面是增添了一個5x5格格 真的很大格 對不起,我拍了你的腳 為什麼拍了我的腳 我們這個櫃裡面有很多我們的模型 就這樣看都看到不同類型的模型 但其實我想說這個櫃子是冰山一角 不如先介紹一下 首先這一格,Hidy你知不知道是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嗎?我打開來看看 我記得了,知道什麼了 這個是我買了 無數這麼多一款WCF 超多一款 真的很多很多,其實是完全失望的 有很多款式不同系列 這裡應該有座底有5套 有5套或者6套的WCF 不知道為什麼當時要安裝就那麼多 之前不曾お前進去參與過這個... smaller 以前也有uvn 但當時喜歡加薄玩的情況之後 自那邊也都買了這裡很喜歡的WCF 就自己安裝了 沒有錯 特別是海軍常將的路飛 除慈 Sean Bar 真的好可愛 我們也要找一個好好的帽 Seni 去放牠們,不然都不捨得拆盒 通常人們放WCF的模型 都會有一些玻璃櫃,很漂亮 然後一排一排整齊地散開 現在空間有了,所以先放著吧 好,旁邊有一個了 有一隻盧飛,有一隻卓洛 那時候都是很喜歡玩一番相片的 然後你會看到他們很辛苦的 背起了一隻Eva的貪胖歌詞 因為不知道放在哪 因為這些貪胖歌詞真的很容易不見 所以當時我發現放上去,很適合 然後兩隻老飛就背著貪胖歌詞 或者出落也是一樣 我們竟然和Heidi也喜歡收藏漫畫色龍珠的模型 大家會看到它的對比色非常強烈 陰影是非常明顯的 其實我們上面也收藏了一隻 Oromido 但是我們就不拆住了 因為還沒有位置放 然後這一幕最主要都是One Piece的格 這隻是我們以前拍片開箱過的白鋒子 對,不要再學,這隻手啊 超長褲 這隻我們也買了一千多元 真的嗎? P.O.P.O.P. 我想說很累,原來是開機的 對,開機真的很累 所以白鋒子,我覺得身邊也有一個艾絲 因為始終艾絲是害死了它 哈哈哈哈 還會被人打呀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就明白了 接著來到這一架 這一架上面有一個很悠閒的 RA-78坐在這裡 你可不可以離開機嗎?很累 我們這個5x5格上面除了這個RA-78之外 是一大堆的公仔 很小層的公仔 這些公仔就是以前很喜歡窮的公仔 如果大家記得以前我們都在TOWABA上面夾公仔 然後我們會出街的公仔 那時候又覺得去日本夾公仔 哇,已經是一部分的戰績 這隻啊 這隻應該大家有看我們TOWABA夾公仔呢 好像是TOWABA 還是日本? 不是啊 不是嗎? 這隻是Namco 對呀 這隻就是IDI自己組的RA-78 這隻是Mega的尺寸 對,沒錯 最重要是什麼? 後面的兩支 你看,後面的兩支是彎了的 變了Eva那一把 變了狼機老師槍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就是多了我們家的主子 所以為了再次發生什麼意外 放了一些主子去不到的位置 最安全 沒錯 好,接著旁邊也有一個RA-78 這個就是雲芬的形態的RA-78 如果大家看得到,這個Hailey也是刻意燒光的 前一陣子不是這個組裝模型 最重要是旁邊的那本SlamDun 都鋪了層 都是鋪了層的 但我這個還沒開封的 很期待它今年也會出一套全新的劇場版的 SlamDun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希望是打三王啦 嘩,真的搞不定 Eva的東西我其實也是有收藏的 這個是一隻零玻璃的一番上的美照 這個就... 什麼? 什麼? 不要管它 我們回到RA-78下面這一架了 就是轉身成為史萊姆的一個集中系列 很多史萊姆仔 尼姆佬 Hidy很喜歡一個龍女的 沒錯 對啦 很難得我會喜歡一個微波的動漫角色 但Hidy已經放棄了這套東西了 嗯... 就是這樣 我們自己還有繼續追開的這套東西 那旁邊那一架 旁邊那一架都是一些雜感區的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剛才有一段時間 這個就是Rapper送給我們的一個Kobe 真的嗎? 對 因為它開萬盒 然後Hidy砌的鋼鐵加勒 Hidy砌的NEO Gundam Hidy砌的芭筏洛洛斯 不是砌的 不是砌的嗎? 那是一番上的A照來的 這就是一番上的A照來的 還是尾照來的 然後Hidy砌的芭筏洛斯 Hidy砌的初奧機 但大部分Figgar要砌的都是留給Hidy砌的 沒錯 因為它細心一點,而且砌得更好 然後來到下面這一架了 首先是死了的滴魯手 哇,還有很多層 好恐怖 我們很誠實的 我們真的好少去抹層 然後這三架是我都很喜歡的 盲盒 盲盒抽回來的數碼寶 很有趣的 它整套如果要抽完的話 都可能要一千元 所以那時候抽了幾下就算了 還要抽中 其實應該算是最帥的幾隻 沒有重複我已經覺得很開心了 其實是渣酷 不知道為什麼看到渣酷 就很想買 這隻買了一千多元 這隻是新浪洲的特別版的顏色 那就是Hidy砌的 沒錯 砌這些有些好處 就是不用特別說什麼上油 上色那些 然後也有各府不同的高特仔 都是我砌的 對了 RA78 我想說這個RA78的盲盒 也是挺帥的 挺有趣的 是 帶頭仔 轉過來 好 這是一部份未開的黏土人 我想說如果我們真的要介紹黏土人的話 我們都可以一段時間介紹 因為我們除了房間有很多黏土人之外 我們的廳也還有很多黏土人 家裡加起來也有幾十隻黏土人 好多隻 真的 好 隔壁也是Hidy砌了很多的RA78 RA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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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是特擊 這隻是滑場特擊 然後就有WCF的尼豆子 沒錯 但是這堆尼豆子的障礙 其實是站不穩的 對啦 它做得不太好 因為它沒有一個套位可以卡住它們 所以它們是會走位的 就是下面那個托是廢的 它那個Corty不算很好 旁邊了 終於有些黏土人 拆開了 給大家看看 全部都是我拆開的 對啦 我現在一隻黏土人都沒有開過 我自己也喜歡練個盒去保存 Hidy有一段時間有人很喜歡冷涼的 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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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一個 半星人 半星人 只有一些模型都幫他出一些啦啦隊 又不知道什麼 鋼鐵兄弟 最上面那一層 火影 天堂人真的太邪惡了 因為出了太多的模型 什麼都出 真的搞不了 最後買會派產 好了 接著又是Hidy的價錢 大家經常看直播都會看到背後 一大堆角落生物的恐龍仔 我真的很喜歡恐龍仔 但都已經一段時間沒有買到 恐龍仔本身是不便宜的 因為恐龍仔好像在角落生物裡面 比較偏貴的頭幾位角色 這些就是手玉 就是小小粒的 小小粒可能都去到百多元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入這個坑 雖然他們真的很有趣 好 接著下一格 其實就開始放雜物了 因為大家平時看直播會看到 是上面那兩行的嘛 所以在三横下面就放鬆一點了 雜物恐龍仔12 好 這個是什麼呢 好多雜物 雜物超多 旁邊那兩架 都是買了一些 都算盲盒仔 或者一些扭蛋仔的角色 都是鬼滅 角落生物 這個好漂亮 當時是日本抽回來的扭蛋 抽了好多一下 扭蛋機裡面抽到Pokemon的扭蛋機 超過人 一套很有趣的 背景不同的形態 加上塵 然後櫃下面都是高達的盒子 通常大家買完都應該不會亂丟一個盒子的 好 然後還有一些 還沒開的 公仔啦 收起來 然後呢 開了的黏土人 開了的黏土人的盒子 我們都是沒有丟到的 還有近期也開始 經常玩VR 讓自己動一下 運動一下 然後我們門後面 其實這裡好像還有一半的 不知道有沒有一半呢 高達 還有一些figure都放在這裡 因為真的沒有位置 蟹絲又在這裡 牛紙又在這裡 還有這邊 Hidy旁邊的櫃 都是特地留了幾架去買figure 都是看到有無數的女生 還有剛才大家在上面看到的 都是一些未開的figure 其實房間要介紹的東西 都去到七七八八了 只剩下沒有介紹的東西 就是只剩下Hidy的桌子 大家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一秒就可以了 介紹完 我的電腦桌子 之前都應該介紹過無數次 或者偶爾也會再介紹一下 所以就不多介紹了 近期最開心的東西 也是換了一張新的電競椅 如果大家之前一直有留意的話 或經常有看到的話 都會知道它不是一張簡單的電競椅 沒留意到 沒留意到嗎? Hidy都現在還沒試過 電競椅很適合老人家 都開始發覺自己的女人 所以這張電競椅是有一個好處的 這張電競椅很適合我這些 經常都在打遊戲、打遊戲、打遊戲、打遊戲的人 去用的一張電競椅 這張為什麼不是一張普通的電競椅呢? 因為它是一張電競的按摩椅 哇! 而且是歐漸出的 所以這張手柄內有晴坤 推出來 右鍵可以按 而且你接駁了電 它是要插電的 我一開始都以為不用插電 但是它是要插電的 所以大家在用這張椅子的時候 就小心點 避開電線 不要弄傷它 然後大家在這個位置 按你想要的按摩模式 就可以打遊戲打到那麼差的時候 就幫你按摩一下 哇! 那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想說很多時候我跟阿軒打遊戲的時候 他都會打開一張按摩椅 我真的很想用的 這些真的不是馬上說過 但是真的很想用 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特別是背部和肌肉經常都很累 只要我一睡得差的話 肌肉是超級累的 所以這張電競按摩椅是幫了不少的 我本身選了一張天王椅的時候 是有幾個顏色給我選的 我最後就選了黑色 如果你說黑色以外的話 應該還有粉紅色和紫色 至少應該是新出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好了,今集我們都是拍到7788 這條影片出的時候 應該都是新年期間 所以跟大家說一聲新年快樂 最重要就是遠離疫情 因為現在這個新的病毒 也是爆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記得是注重我的個人衛生 那就不要到處去啦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有什麼想要記得下面來說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各位拜拜 oria ください �